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自然療法與你 又有我 Carmen還有我身邊的元醫生 元醫生你好 是Carmen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計之前跟大家講過 一些解讀身體徵兆的訊號 我們上次已經講過頭髮 今天我們會為大家講另一個題目 就是我們的眼睛 因為其實我們的眼睛都有200多萬個零件在裏面 在我們的身體裏面 複雜程度只是僅次於我們的大腦 很多人都認為 眼睛的主要功能就是視覺 是最重要的感覺功能 但是眼睛的重要性 其實不止在生理上扮演一些角色 更加有人說眼睛是我們的靈魂之窗 眼睛可以傳達人類所有的感情 不管是我們的喜怒哀樂 愛 恨 羨慕 或者痛苦等等 而且眼睛原來可以為我們提供很多疾病的徵兆 如果我們知道怎樣可以從中辨別到 可以從眼睛知道我們的健康狀態去到什麼程度 難怪在身體檢查的時候 其實很多醫生都總是會看一看我們的眼睛 是嗎 袁醫生 沒錯 診斷裡面通常眼睛是很重要的 我想大家其實都希望知道 眼睛為我們帶來什麼徵兆 讓我們可以多點注意一下我們的身體感 袁醫生 其實黑眼圈應該是我們很常見的一個徵兆 大部分人一看到黑眼圈就很不開心 因為不好提 第一 黑眼圈不漂亮 一般人經常想著為什麼會黑眼圈呢 一般人都以為不夠睡而已 我也以為是 喝酒過多 但原來不一定的 有些人就算睡足八個小時也好 仍然都有一些黑眼圈出現 有時我也都見過在病人裡面 有些小朋友 經常都有一種黑眼圈的感覺 當然有些人就說 有些人可能天生的 出現黑眼圈 但記住我們眼睛下面的皮是比較薄的 可以這麼說身體裡面那麼多的皮 那麼部位 其實眼下面周圍的皮是最薄的 所以你看看別人搞化妝品的時候 經常都很小心 對嗎? 對 你都可以擦可以去擦 但千萬不要擦眼袋 對 原因是因為眼下面的皮是最薄的地方 當然 如果是又薄又蒼白 也都會透明 所以皮膚越薄 越蒼白 越透明 眼睛可以看到 眼底下面的藍色血管 其實黑眼圈 其實不是皮膚的色素變黑 而只不過是你的皮膚白透明 看到皮膚下面的靜脈血液 所以這個是導致黑眼圈的原因 就不是色素的問題 好了 也都有其他原因導致 譬如女性荷爾蒙的狀態 也都可以從黑眼圈裡面看到的 很多女性在月經期間 或者懷孕的時候 是比較蒼白一點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眼下面的血管是比較容易看到的 很多時候 我處理很多些孕婦的問題 他們很多時候在外面做檢查 就說我醫生說我貧血 很多時候他們就問我 好不好吃補血藥、鐵丸 我說我答案我千萬不要 第一 原來女性的孕神期的血稀薄 是一個正常的心理現象 就不是一個病狀 但很多人不瞭解 被醫生用了這些鐵丸 鐵丸便便秘 懷孕已經很容易便秘 你還要吃完這些鐵丸 令便秘更加嚴重 還有鐵質 我們叫做純的鐵的補充劑 當然它不是鋼鐵 是鋼瘦肥這類的東西 其實長期來說是會傷肝的 所以懷孕期的時候 你遇到醫生說 你有些血薄了 因為你的血容量多了 因為你要處理孩子 英國胎兒 所以你的血容量多了 相對白血球的濃度好像少了些 其實是一個正常的心理現象 就不代表你真的有貧血了 其他一些藥物 比如阿士伯靈 或者叫做華白靈 其實這是薄血藥來的 Cumodin這類的薄血藥 會令到血液變成稀薄的藥物 同時令到眼下的血管擴張 令到黑眼圈更加明顯 所以要考慮有沒有吃過這薄血藥 黑眼圈當然可能是一個疾病的精兆 最常見是濕疹 有些人的皮膚發癢 乾燥或過敏 黑眼圈其實是一個過敏的精兆 因為過敏會令到靜物不通暢 血液積聚在眼的下方 如果你就經常因為皮膚癌 濕疹 會令到黑眼圈更加嚴重 令到血管就破裂了 令到這些纖細的皮膚出現瘀血 令到黑眼圈更加嚴重 所以我一般常 我一見到有黑眼圈的小朋友 我通常第一件事 就想他是有敏感 可能是食物敏感 如果你見到皮膚都有一些濕疹 乾乾、裂裂、痕癢 肯定 這是一種過敏的現象 當然黑眼圈也可能 因為曬太陽曬太久 你可以知道 任何曬太陽 都可以令皮膚變紅變黑 其實眼下面可能都會一樣 大家遇到黑眼圈 都可以留意 黑眼圈的成因和表現 是表達身體這方面的問題 其實你有沒有一些方法 讓我們調理一下 身體減黑眼圈 自然療法有沒有這些方法 在我自然療法 當然如果那個成因是因為敏感 或者因為濕疹的敏感 我會醫治敏感的底子 通常會醫治敏感的底子 如果孕婦因為懷孕期間出現了症狀 有時候這個可能是過度性 也不用太過緊張 當然簡單來說 如果簡單的天然化妝品 都有某個地方上 都可以幫你染色一點 有些人是天生的 他說我從小也是 我又不是不夠睡 我又不是熟睡這些問題 這個可以用簡單的天然化妝品 染色可以的 但最重要是整體健康 很少很健康的人會有黑眼圈 只是這麼簡單 令到這個血液循環更加暢順 血管的質素比較堅硬 不會有很多膨脹等情況 可以處理得到 當然有些很基本的營養素 我們是用在這方面的問題 這是一個血液循環的問題 還有敏感的問題 除了黑眼圈 其實眼袋都頗困擾 尤其是女士都頗怕自己有眼袋 眼袋又有沒有什麼徵兆 可以為我們知道 你看到很多人 我亦都認識到一些朋友 病人 因為眼袋問題 就是割眼袋 很常見抽眼袋 他認為眼袋有些脂肪 抽脂在某程度上都可以幫到一些 起碼外觀上可以幫到一些 眼袋的成因 可能是心情抑鬱的徵兆 亦都可能是因為不開心 失眠 可能因為不開心哭 哭得多 這是一個可能的 當然知道 我們經常哭泣 哭就會令到身體的液體 積留在地方 通常多半是眼睛的下方 當然 因為始終你是地心吸力 會拉下去 好了 乳經 懷孕 或者吃太多鹽分 或者某種藥物 記住 藥物是導致很多身體徵兆的原因 比如抗抑鬱症的藥物 以及避孕藥物 都會導致體液浮流 我們叫做水腫 很多女性吃了之後 覺得周身是水腫 當然會導致眼袋 也可能眼袋 因為喝酒太嚴重 令到水份流失 即不是積聚 而是水份流失 這個也可能導致我們 沒有水份 就乾了 浮了下來 好像乾乾了 袋子味 本來是有少少平滑的 脹煲煲的 沒有水乾了 就潮了下來 好像覺得眼袋 水太多是一個因素 水不及也是一個導致的因素 因為喝酒太多 也有時候 我們知道有些人 一睡醒 他們是眼腫腫的 顏蓋腫腫 因為這是經常見的 我記得有很多人跟我說 他讚我們公司 有個太空小凌晶 他們知道 太空小凌晶 通常是太空 前蘇聯太空署 設計是醫治所有的病 因為他調理治療神經系統 但很多人就說 我早上起床 就眼腫腫了 我第一件事 就將太空小凌晶掃 掃掃掃掃掃掃 整個臉就緊了 這是我們一種處理的手法 但很多時候 人們是這樣的 早上起床的時候 眼督會腫 沒事的 因為你睡覺 睡覺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 沒什麼動動 睡覺的時候 沒什麼動動 那麼水晶便便在這裡 很多時候人們處理方法 如果真是嚴重 有些人 睡高一點枕頭 但這也不是一個 那麼方便的方法 好了 那麼其中有其他原因 眼袋 可能因為甲上腺素 分泌不足 經常見的精兆 那麼眼睛 那麼有時候 有些會加上眼皮下垂 眼睛覺得個人很冷 皮膚毛髮很乾燥 這些其他症狀 都是顯示 甲上腺素 分泌不足 即是甲礦的傷法 甲礦是太多 那麼有時候是太低的 那些人比較容易肥本 難減肥 他人比較累 那麼通常我們都是教人 到底是否這個 是否剛才我講的症狀呢 我們可以量一下 我們甲上腺素的體溫 甲上腺素的溫度 因為很多時候 有些人有這些症狀 我們說 其實可能是甲上腺素 分泌不足 那麼他炎呢 甲上腺素是有的 即是他是足夠的甲上腺 在血液裏面 即是循環的 但是呢 身體是用不到的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要看那個病人 有沒有甲上腺素問題 不是只是看那個 血液的荷爾蒙的 也都要看一下那個 甲礦底的那個 那個溫度 但是如果量液下的溫度 是用回 可以用電子的嗎 還是用水銀比較好 水銀比較準確 其實現在香港都買得到的 而且要量是量它十分鐘 要量十分鐘 不要量三分鐘 一般的口腔就量三分鐘 為什麼不用口腔 用甲上腺素呢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口腔可能有少少嚴症 可能有牙瘡 牙周病 或者可能喉嚨發炎 這要令到那個溫度 就是比正常高 那要反映正常的身體 那個溫度 其實甲礦底 是比較準確的 但是當然 那個正常那個 是比我們口腔 是低一點 低半度到一度 但是如果它真的很低很低 那就顯示有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甲上腺素不足這個問題 或者甲上腺素分泌低 我以前也提過的 有本書是Dr. Broderbanz 叫做Hypothyroidism 他說原來 起碼人口裡面 一半人都有這種問題 有時候你覺得的人 好像很累 有眼袋之餘 很怕冷 很乾燥 皮膚又乾 頭髮毛髮又乾 很容易肥胖 減來減不到 有時候都會累累累累 這個也可能是反映 甲上腺素分泌不足 那如果聽眾真的體溫不足 那有沒有什麼建議可以做 那如果真的發現 甲上腺素不足 最簡單第一線可以試一下做法 就是吃多些有那個 那個甲質的食物 比如海帶 海草 對 香港始終是這種食物很容易有 是的 你可以吃多些紫菜 當零食也好 或者當一種醬紫菜湯 那樣 或者在外面有些吃蘇士 包摘這些紫菜 那可以試一下在這方面 先看一看 那當然有其他的 很多方面都可以做的 基本上我經常這樣說 你日常生活的八大要素 有沒有做足 食物 水 休息 陽光 運動 心境 地球的環境 那這些都是我們的 其實很多東西 我們處理任何的表面 某種的症狀 我們都要全面去做 是的 即是要全面做足了之後 身體整體健康 你所謂那些 局部的症狀 其實自己都會解決到的 那麼我們 很多時候在自然醫療 都很強調 病因是毒素內聚 營養不良 所以處理方法 不同程度的排毒 洗腸 清肝 淋巴推動 養分的推動 然後補充 功能食物 生機食物 營養補充劑 等等 其實很多的病 我們的手法 基本上都是這樣的 好了 當然 眼袋黑眼圈 其實很多時候是老化而已 年紀大的人 大部分都會有少許眼袋 這種情況之下 要接受 老化的時候 身體下方的皮膚 就會變得更加薄 是不是 即是 年紀大的人 就開始變得更加薄 當然 很多的彈性 會變得更加薄 當然 很多彈性會鬆垮 形成眼袋 所以眼袋本身 形成黑影 也會導致看起來 暗了 但女士就是不想 就是想保持 沒有黑眼圈 沒有眼袋 靚靚滑滑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曾經所說 我們的太空小靈精 Space Healer 對於這種 收緊面的下垂 是很殺敵的 我曾經有一個朋友 他都 最初我們通常 我們通常用健康那方面 即是有什麼痛症 有什麼身體的任何問題 我都用小靈精去處理 但我這個朋友 他說原來美容方面 效果 是比他以前用過幾種儀器 其實他都是一個 很多人都認識的人 以前都是拍過電影 他都跟我說 其實我們這個小靈精 在美容方面的效果 是驚人的 他給我一張照片 那天早上 我的樣子是這樣的 那天晚上我們的宴會 我幫老公做大生日 當時幾容光換化 其實是用小靈精 改裝的 所以不用怕 有什麼可以做 我覺得 我暫時想得到 那個小靈精 是真的很有效的 有些人都用收緊皮膚 都油也可以的 有些人用 譬如用一些檸檬 青瓜 即是那個眼袋下面 五分鐘十分鐘 檸檬危險些 危險些嗎 有些人會痛的 是嗎 青瓜很穩固 那用黃瓜 黃瓜皮 或者茶葉袋 這就是我們稱為收斂 茶葉是一種收斂 所以很多人都用這種方法 來消減眼袋 另外除了黑眼圈和眼袋 我就更加常聽到 女士怕有皺紋 一個皺摺的情況出現 那這些皺紋 又有沒有什麼徵兆代表了 很有趣 如果有些人 你看到 他的眼袋下面 有一個很明顯的皺摺 其實這是一種病的症狀 一個弧形的 是的 叫Danny Morgan skin flow 或者彈泥摩根 那個腔下的折痕 其實是一種敏感的跡象 如果你看得到這件事 我香港就少見一些 在外國人就比較多 會遇到這些 有一種特別的名字 有失尋 可能有花粉熱 或者酵喘 這是很明顯的 因為 尤其是小朋友 小朋友 不應該下面有折症 對嗎 如果看到這裏 你會開始懷疑 其實我講來 眼袋 黑也好 什麼也好 其實很多時候是一個敏感的跡象 另外有些時候 我們會看到 有些人 眼皮好像無力 經常摔下來摔下來下垂 眼皮下垂 有沒有什麼代表呢 大家都看到 很多性感的象徵 女性眼半開半的 很迷人 很迷人 但當然在醫學上 不是這個意思 當然 簡單來說 老人家多多都是眼不太大 眼越來越小 簡單解釋 上面的眼上的基建組織會伸展 沒有那麼彈性 這個很明顯 跟我們那個年齡有關的原因 也不用太擔心 當然 如果你說跌跌跌跌到眼都看不到 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我的經歷之中 就不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很多人看東西看不新 會睏著眼看 對 所以 年紀大的人 眼怎樣跌都好 眼怎樣睏都好 其實都會看得很清楚 還有些情況 眼袋下垂 除了老化的跡象之後 其實有些是因為甲上腺素不足 我剛才所說的 甲上腺素不足 或者是一種病 叫重症肌毛力 Myasthenia gravis 重症肌毛力 這種是一種自身免疫的病 導致很多身體的 不同地方的肌肉都會衰退 當然眼那裡是特別看得到 所以一些人 尤其年紀 那個女性 40歲左右 或者60歲以上的男人 男性就比較變得多 我過去我處理過 都是女性為多 香港不多 但我亦都處理過 我記得我當時 她是一個西醫 她是一個 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 挺有 挺出名的公司的老闆太太 不方便說過名字 她什麼名字都看完了 最後的症狀就是 MG Myasthenia gravis 重症肌毛力 在自身免疫的病 西醫來說 其實是不能醫 那她就算了 那怎樣 吃類固醇 她也不想 於是 她就來找我 我記得當時 她除了眼袋下垂之外 其他的行路方面 其實已經有少少問題 重症肌毛率 她早期的症狀 除了Double Vision 這位病人 我記得之中 她是有複視的 複視的 即是有雙影的看東西 那Intern困難 和口齒不清 這個是早期看到的 當然嚴重嚴重 到最後 可能會 肌肉裡面的器官退化 會死亡 那結果 我就用我的方法 用同類療法 那我記得 我 這個很多年前 我就用了療劑 是鹽的療劑 Natrumeratic 因為這個是整體 很多時候我們醫病 不只是看過很局部 我待會再跟她分享 我試過最近有中 是眼皮的 但那天我用局部醫的 但這個案子 我用整體去醫的 即是這個是鹽型的人 這個女性是鹽型的人 我給了她之後 她很快就康復了 好了 那結果你怎樣呢 結果你怎樣發 這個案子你猜不到 康復之後 她回到專科西醫 看 西醫看見她 哇 都醫治好嗎 他們的結論就說 我們判錯症 哦 哈哈哈哈 我們判錯症 即她不能夠接受 她不承認有第二個醫治好 只是西醫醫不好的人 是沒有人醫得好 其實大部份的病 都西醫醫不好 是不是 他們當時跟她說 哎呀哎呀 我們可能判錯症 其實你本來沒有 哈哈哈 那我也算了 始終今時今日 被西醫握的人 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這個節目是這麼重要 讓大家知道醫療的正常 好了 另外一種的眼皮下垂 也有貝爾士麻痺 就是Bell Palsy 那隻牙面突然間麻痺 控制面部神經 第七條神經 受傷或者疾病影響 就出現這個問題 大家都記得 我們在香港早期 有一個很出名的明星的爸爸 哈哈哈哈 整個臉歪了 很多時候有些人說 有時候會被風吹一吹 吹去之後就會整個臉歪了 有時候會被風吹 你記得嗎 整個都是這樣 其實這個叫做 第七條神經的Bell Palsy 那樣的 那通常就會影響背面面 那也都很明顯 那你那個第七條神經 是有三部分的 其中一部分 就影響眼睛那些肌肉 那所以也有時候 閉上眼、眨眼也有問題的 那不能夠眨眼 當然眼會乾 那身體就那些 淚水會比較多些 那很幸運 Bell Palsy 是大部分 都可以在兩三個禮拜自動消失的 那但是也都很多人 又出現了這個問題之後 就慢慢地去找醫生醫 又針灸又等等 那樣 那慢慢地康復之後 就多謝多謝醫生醫好了 或者有時候給些淚冠水給他吃 那原來呢 Bell Palsy 大部分都會自己在兩三個禮拜會好的 但是當然有很多人就會復發 初初一邊 跟著到第二邊 但我也知道有些人是不會好的 那不會好 原因是什麼呢 我經常感覺 很多時候呢 要一些不良的藥物方法 去干擾身體 可能本來他自己好 都會搞到他自己不會好 就是因為干擾了 所以不會治癒了 本來都會好快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我形式 好像很出名的馮風 整個臉都歪在一邊 那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我們叫做Horner syndrome 的霍那士症候群 這個也是曾經損傷了其中一個的徵兆 影響通常一般是半邊臉 受損的瞳孔是會收縮的 眼睛會縮到眼睛 那Horner syndrome 我們怎麼看呢 就是我一照的瞳孔 發現瞳孔是收縮的 那我們會懷疑 這個就是Horner syndrome 就不是剛才那些第七條神經的原因 那這個通常呢 是那個眼皮 那個跌落的機會是大些的 那還有呢 那個瞳孔的顏色會變 就是不是黑啡 那可能有少許淺了色 那還有呢 這種情況呢 Horner syndrome 之下 半邊臉就不會出汗的了 那當然呢 這個的症狀呢 我可以叫做 Horner syndrome 那就是因為呢 面部神經有嚴重的傷 可能是源自頭部 頸部 或者脊髓的病變 或者甚至是腦瘤 甚至乎是肺癌的 那當然呢 那在這種 有這種情況之下呢 就是有些人是患有 以上這種這樣的病的 那當然呢 眼部下垂 眼皮下垂 有很多其他神經的警訊 也都可能很危險的 譬如單邊眼下垂 可能是中風 或者可能傳染病 也都可能流 可能腫瘤 和尿病 或者腦部神經的動物瘤 早期的先兆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過去呢 都成功醫過這種症狀 嗯 那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眼皮 突然間下垂 其實需要注意一下 這些都是一些徵兆 那我們剛剛先在第一節 都講了好幾個 即是很常出現的眼睛的徵兆 我們現在先來休息一會 一會兒回來在第二節呢 我們再和大家繼續聊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大家好 回到第二節的自然療法與你 剛剛先聽到 袁醫生 分享了一個很有趣的個案 袁醫生最近你醫好了 一個眼皮下水的病人 聽起來多有趣 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呢 我最近也有一個女性病人 她一來的時候 我發現她的眼罩 蓋著一邊眼 發生什麼事 她說我的眼皮突然間 不知為何 就垂了下來 眼睛真的不大 於是她就好像 用眼罩蓋著她 我說痛不痛 她說不痛不姓 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先兆 完全沒有 她總之突然間 有一天早上起床 把眼睛打不開 其他面部沒事的 你記住 她的眼蓋蓋了下來 其實臉部沒有歪性 沒有異常的跡象 那也挺害怕的 她也不害怕 她帶著那樣東西 我說你不要 你一定要打開眼睛 如果你的眼睛不用 你的視力會退化 即使將來你的眼蓋打開之後 因為你長期不用 你的眼睛 可以叫做Lacy Eye也好 你不用不用 就會很危險 我說要化粹去處理它 剛才我就想 什麼原因 我認為 似乎中風也不太大 即是五十歲 有沒有其他跡象 讓我感覺中風 也可能會傳染病 有些可能流腫 糖尿病 因為我看這個病人 不覺得 如果腦動物的瘤 如果腦動物的瘤 突然爆裂 這是中風有很多其他跡象 很少只是眼蓋掉 所以當時我怎麼想 我就想可能會傳染病 你知道了 在我們的流感裡面 有一個很常用的療劑 就是Galsimium G-L-S-I-U-M Galsimium 這個療劑通常要在流感 的症狀就是眼睛睛 頭睛睛 那個療劑通常要溫溫 很狠 而且不口渴 這是Galsimium 我試試這個療劑 給Galsimium 一個星期之後 復診回來 沒有什麼幫助 然後我覺得Galsimium 不對 也不是一個傳染病因素 可能是神經線的受損 癱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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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癱癱 是Corsincum 再找到癱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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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癱癱瘋癱瘋癱瘋癱 因為Corsicum是右邊 右邊就是Corsicum 左邊其實也可以予曹癱瘋癱瘋癱瘋癱癱瘍癱瘍癱癱瘱癱瘍癱瘍癱癱癱瘍癱癱癱癱瘍癱癱瘱癱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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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癱�ång癱癱癱癱癱 resolution ¡Corsicum! 不一定是要Single Muscle 才行 因為我最近有個個案 我現在都順便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已經在那個鈴丹蜜藥碼 教你們怎樣用 其實當然很多方面都要去了解 那個療質的應用 結果我就用了Corsican給它 果然一吃了之後 下個星期見它 它就已經開始增了眼睛 結果不出我所料 我問你視力怎樣 我視力差了 蒙了很多 我就說 你一定要 眼睛要用的 眼睛不用它會退化的 所以生物仔蕾絲就不看的 所以我說你趕快就很幸運 如果不然怎樣 難道用膠紙貼著眼角打開它嗎 那都要斬眼的 所以其實都挺大的問題 我還說千萬不要用它 用黑眼罩遮住就算了 你平時就算都好 你不行 你張大眼睛 拿手弄高眼皮 看看看看 用一下它 但是很幸運 骨骰絲就把眼皮下垂 治好 它慢慢慢慢就完全康復了 我先講 骨骰絲的正形 就是一部局部的肌肉 是癱瘓 即是無力 可能突然之間 手腕 一聲就垂了下來 或者你的腳 整個腳 整個腳 一聲就瘦了下來 只是一隻腳 不是整個腿 不是整個腿 不是整個下腿 這是全部是Cocicum 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次 如果你是中風 中風第一個 療劑是哪一種 是生甘車 是Aneka 因為血管破力 是Aneka 如果你發現 右邊是Paris 療劑是Cocicum 加密下去 最近有一個病症 很有趣的病症 這是一個老太婆 七十多歲 以前住在新加坡 她的女兒也是新加坡人 最近把她車到香港找我看 原來這個媽媽 小小小的媽媽 突然之間出現了關節炎 突然之間出現之後 她就開始痛到走不了路 即是她們捂起來走不了路 很突然的 她平時很活躍的 平時很活躍的 她不是慢慢慢慢退化 平時很活躍的 結果她就在那邊 當然 新加坡 全世界 在亞洲來說 新加坡醫療是很棒的 她的媽媽去看 她們斷定她說 你這樣嗎 總之她的症狀 她人躲起來了 站不直 下不了路 所有關節痛 膝蓋痛 手藥痛 結果她是痛風 我問她 痛風? 為什麼會痛風呢? 因為痛風的跡象 大家和大家分享 痛風跡象通常是大指母 最容易容易 紅腫痛得很厲害 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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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地方是觸摸的 某些人在手腕 都會有 痛風通常是 佈置在這些地方 不是整體性 當然 我很明白 為什麼她還用這個診斷呢? 第一 我媽媽知道發生什麼事 她又不是風濕性的關節炎 要風濕性的關節炎 你可看過 她可能看不到 她也不是骨質性的關節炎 就是Oseoarthritis 突然之間 Oseoarthritis 通常是受力的地方 比如寬關節 膝頭 這些地方容易退化 很多時候是一邊邊來的 她又不是這種 又不符合這種症狀 所以見到她的關節 尿酸是高了一點點 那你的尿酸高了 那便痛風了 那又叫 那好吧 那說真的來說 如果你是一般性的痛風 西藥是用一種Colchicum Colchicum 是同一個尿化的藥 只不過西藥是拿去用的 但它不是同一個尿化 將藥稀釋了 它是用一個原質原味的化學藥來煙 Colchicum Ortenalis 它是用一種草本的藥 原質原味 就是用一種草藥的化學物質去醫你 但是一樣有效 如果你沒有效果的時候 你基本上都可以告訴你 你的診斷錯了 好了 那女兒便載她來香港 飛去香港找我 因為我 很幾年前 我看她的資料 2002年都見過 她當時回來探女兒 然後就沒有辦法 吹她回來香港找我 我看了個案之後 我就說 剛才我所說 無緣無故發生的 平時很活躍的 出街逛街買菜 一個小小小的老人家 突然間坐了輪椅出來 我就問她 怎樣痛 她說我不能動了 硬了很痛 我說你試試站起來 扶一下她起床 她起床的時候 你看到她的膝蓋是伸不直的 你想想她的肌肉是否直的時候 你怎樣去做 你怎樣去走路呢 是啊 我看到這個症型 我們叫做收縮的肌肉 是收縮的 這個症就是 Corsicum症來的 Corsicum症來的 好了 然後我就立刻配方 用Corsicum 一個星期之後複診 她的女兒告訴她 她第二天就已經開始走路了 慢慢打電話去新加坡 說香港這個神醫 神醫 很多時候 我為什麼用這個例子呢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很多人有種錯覺的 以為自然醫療是好啊好啊 沒有副作用啊 少副作用啊 都幫得到啊 但是慢的 很多人有種錯覺 自然醫療是慢的 膝蓋就快 很多時候就不要理那麼多 按照正常 膝蓋就處理了 跟著就拿回中藥啊 或者是調理化啊 其實這個是很大錯特錯的 因為 同類療法啦 自然醫療裡面的 同類療法呢 的另一單妙藥 是可以快到你驚人的 就是你自己有機會去 經歷過呢 你要知道呢 其實呢 最有效的自然醫療呢 是很快熟的 是西益根本是望塵莫及的 我試過醫療那些流感症狀呢 一個小時呢 有時一個小時吃了之後 睡覺醒了之後 完全康復了 我試過一些病人呢 就是等不及的了 是不是 在櫃面給了療劑 他就直接落口吃了 他說 走出都不夠十頁 走出門口已經覺得好了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有種錯覺 多點認識 醫療的範疇很多飯 我最近不斷地 我都看很多書 有時呢 就是不可思議的 有些人完全不用用藥的 有種氣場的疏度 整間房的人都可以治好 這是另一種層次的醫療的工具 能量也是 對 另外 有時呢 我們都會見到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人的眼球 是生得比較突出來的 向外突出 也都未必是天生的 可能有些是突然間的 那是否又有些精兆呢 這件事 就是眼凸 其實很多人一聽說眼凸 都好人會說 甲上腺框進 是吧 這個其實都是很普遍的 尤其是女性 中年女性 年輕女性 十多歲的健康 我醫了很多地方的美症狀 眼凸是一個 一聽見就是 那個是突眼睛 那個是甲上腺的問題 這樣 好了 但是呢 常見的 就是我們有一種叫做 角瑞夫爾士 即graves 那grave syndrome 其實grave syndrome 角瑞夫爾士的症 其實也是甲上腺抗診的 其中一種 來的 那當然 grave disease grave syndrome 角爾士的症狀 是一種自身免疫的病 就是有自己抗體 攻擊自己的甲上腺素 到情確診腺素 就是要拼命 製造多過量的 過度活躍 要製造很多的甲上腺素 那如果有時的小朋友 譬如是出生 或是小時候已經是這樣的 譬如可能爸爸媽媽都是這樣的 那是否未必是甲上腺 那這個可能是天生出來的樣子 那個樣子是這樣的 那通常 這個也是少見 我也都見過有很多年前的 那那個病人呢 整隻眼是凸了出來的 一隻這樣凸了出來的 你看到眼蓋都掉下來 整隻眼好像掉了出來的 那這種症狀呢 其實呢 不是一般性的甲狀 不是一般性的grave syndrome 因為甲狀有很多其他的跡象 譬如新陳代的加速 人容易不夠氣 那這種情況呢 心臟跳跳的可能一百幾下 那當然呢 長期來說呢 如果你沒辦法控制它呢 那你心臟這樣跳法呢 當然會有危及性命的 那它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呢 那兩個甲狀的線素呢 是會令到眼睛內周圍的肌肉 的組織脂肪是膨脹出來的 即是腫脹 那你的眼睛呢 是向前推 向外推 造成這種凸出來的這種症狀 那我們叫做 GRAVES 即是 GRAVES OFALMOPATHY 總之就是 這個其中的症狀 或者是因為 那個甲上線線的突眼症 這樣這樣 好了 那這種的 即是患有這種的 我們叫做 角瑞夫已視症的人呢 一半呢 就有甲上線線的突眼症 即不一定有 那也都有一半就會有的 那也都有一些症狀呢 可能一出現呢 就是突眼症的 那也都有一些是不會的 那當然其他症狀呢 包括心跪啦 手震啦 失眠啦 怕熱啦 是吧 還有是極度餓極餓 口渴啦 還有體重呢 是減輕得很厲害的 那這種 就是因為身份多了 快 是吧 很多東西就很快就消耗了 那就好像是很 即食也都不飽 食也都 體重呢都不會肥的 那這種 很明顯 是跟甲上線素的症有關的 好了 那患病的人呢 可以說呢 女性是男性的八倍 在我的診所裡面的經歷裡面呢 我大部分都是的 大部分都是女性的 那原來在醫學上的數據呢 是女性是男性的八倍 那 那如果有其他一些的 即是就像一般性的 即是我不是說graves 是一般性的甲上線素抗進呢 女性都是多於男性五倍的 那你說 我怎麼知道呢 即是有些人的眼睛是這樣 有些人的眼睛是這樣 有些人三百眼睛 是吧 是呀 我剛才也想說 是的 那這個就不是一種 即是不是一種 我實際所說的甲上線素 但也有時候都是 即是如果你有心跳 心跪多了 心跪就覺得心 感覺心伏伏的那種感覺 手震 失眠 那你很可能這個症狀 但也有很多人 就是三百眼睛 那你可以看到 一般的眼睛 那個眼上顏 即是那個紅膜 上圓 和眼皮之間 通常是看不到眼白的 就算你看到多下 通常是下面 正常來說 看到下面 當然兩旁一定看到的 除非是寶寶仔 寶寶仔眼大 眼珠大 眼白都少了 那這種情況之下 這種情況之下 眼白看到 還有他眨眼也有困難 即是看起來 他好像在那裡 眼睛 眼睛定定地看著人 這種疑似的 那這個也有症狀 還有眼睛 不會經常眨眼 當然會造成眼睛乾 可能因此眼疾 或者有一種異物感 不舒服 當然嚴重一點 連眼睛 一凸到 連眼睛也有問題 當然了 雨孔情況之下 令到眼睛 因為沒有眼淚水的滋潤 很容易出現 角膜的潰揚 可能角膜的穿動 最主乎是完全是 蓋不到眼 睡覺也很難睡 所以這個是一般性的症狀 都比較常都比較多 另外 你有沒有試過有些症狀 有些病人會來跟你說 睡到滿了 我眼皮無端的向外揭了出來 這樣 是啊 這種叫做眼皮外翻 這個怎麼說呢 在我的病人裏面 老實說 我都沒什麼機會見得到這樣 因為那些人都不是 當作一種大的問題 當然 在醫學上的資料 肥胖的男人容易多 還有眼連鬆弛的症狀 和很多時候 嚴重的肥胖的人容易些 還有睡眠窒息症 高血壓糖尿病 這種人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所以我處理的時候 我也是處理肥胖的問題 睡眠窒息問題 高血壓症 睡眠窒息症其實也挺多人有的 很小時候都有 因為就是我有對 媽妹有睡眠窒息症的 她們偶然眼皮會向外翻 OK 有這種感覺嗎 是啊 那她是不是肥不肥的呢 她擦眼的時候 噢擦眼 但她不是說 當然不是用力揭開自己的眼睛來擦 當然 她會擦擦一下 突然間反了那個眼皮 但她們兩個真的有睡眠 就懂得做 但她們不肥半的 OK 你是按摩才對 所以我就覺得挺有趣 有沒有一些眼皮向外翻的個案你是醫治過呢? 其實我很少,我未曾真正因這個問題 因為大部份這些問題,他回外之後 你擦一擦,擦一擦,他又回席 所以好處人就會說去看醫生 但經常翻出來,那些仇仔怕他們會出損 擦一擦就算了 大部份人一擦反了,那種感覺已經是不適的感覺 那你很自然的手就會翻進去 所以我不多,很少人會用這個問題來找我 另外,有時候眼皮上會生了一些粒粒 那又是否一種癥狀來的呢? 很多人都看到在眼蓋下,有些粒狀的異物出現 是油脂粒,還是粉刺? 有時候有些是油,當然是脂,這些是比較有的 但擦一擦是一種黃柳 它有一塊實細粒粒的長長米,不一定是米形的 總之有一條長長的,一條痕在那裡 凸出來的,是少少淺黃色的 那這種通常呢,我叫做黃柳,不通不姓的 那就是皮下的脂肪堆積的,通常呢,在眼蓋,眼皮內,就是上眼皮的上面那裡有 我們也叫做黃色柳 那通常患者的年齡呢,都是六十歲以上的 而女性的磨患機會,也是男性的兩倍 那,黃柳這個問題呢,是叫Santhelismus 那本身是沒有什麼害的,但是有百分之五十個機會呢 是因為那個膽固醇的問題,就是不好的膽固醇 就是低濃度的膽固醇太高 或者高濃度的好的膽固醇呢,就是太低 那當然呢,我們的原上醫療上呢,都認為呢 如果你是出現那個膽固醇,就是好像所說的 那個低濃度太高,高濃度太低呢 那也都覺得呢,是羅患心臟病的危險的因子 是一個Risk Vector 那也都很多時候呢,就有些人都覺得呢 咦,這個都是你膽固醇有問題啊 那因為現在膽固醇問題呢 就是在院時,很多人都被醫生說他膽固醇有問題 所以我跟以前都說過啦,是不是 膽固醇本身不是一個問題來的 那很多時候呢,就會,哎呀,那怎麼辦呢 那有什麼做得呢 那通常呢,用簡單的手術來割了它就算了 那但是問題就是這樣的 那你過了之後呢,好機會呢 就是你本身那個膽固醇的聚積分佈也不好 那也都會呢,很快會生出來 那一般女士的貪靚,譬如有些油脂粒啊 或者剛才你說的那些黃柳啊 或者有些人生些油啊,叫做這樣 有沒有可以處理呢 那個背後呢,這方面呢 我背後呢,我會,我會處理那個肝 因為呢,膽固醇那個製造的地方 調節的地方是肝的 所以呢,我們就不會說呢 就強硬呢,就用那些抗膽固醇的藥物去攪拌它 我跟大家分享過啦 吃一輩子的膽固醇藥呢 它的性命呢,沒有因此而長了的 那當然呢,有些人都 我最近都有跟大家介紹過一種叫做 白耳子,是一個帝王的食物來的 那以前呢,就是野生才有的 那所以這個產量是很少的 就是很多的,就是少數人認識的會用的 那大部分人呢,認識了都沒有用 因為都不夠產量被供應一般人用的 那但最近呢,已經有人成功呢 是懂得自己種植白耳子 多數白,但有時候有些黑色的 那我的,我通常呢,應用是呢 幫助一些人呢,就控制過膽固醇的 那效果非常之好 我跟大家分享過啦 我上年,去珠加哥 去上一個同學療法的課程裡面 那其中一個同學裡面呢 有很多是西醫來的 那大家都說說呢 他用這個白耳子呢 他說幾個禮拜呢 膽固醇馬上降低了 那你知道在外國呢 很多人都拜驗一下 在之前之後 那這位同學呢 西醫同學呢 他就說呢 他很厲害的 用白耳子的方法可以幫得到 那當然呢 白耳子是控制血糖 是啊 就是很多東西 令你有耐力 那就是口處是非常之非常之好的 不過外面多數叫奇耳子 或者叫白耳子 白耳子 就是你剛剛才說 是啊,沒錯 其實小朋友很喜歡吃的 其實他沒有什麼味 很滑滑滑滑滑滑的 是啊,當然 通常吃飯呢 就是 最簡單就是 放一根在口裡 是呀 咳咳咳咳咳咳咳 最簡單 而很多時候 那些人在狩獵那些肚主呢 都是袋一袋 白耳子的 那些狩獵幾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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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鱔之餅就會變成 像旁邊是透明的 那些小朋友好像 你放在果汁之後 他們好像在吃一些 爽的西迷糯 淑淑聲那樣 那些小朋友就很肯吃 我的經驗就是 是 是 我早�a我都會用的 我通常就放進去 放進我早餐的半飲品 那會滑滑滑的 那些時間太久了便滑掉了 那反而耐熱水 所以就弄回稀去,可以忍 说回刚才那里,有时候你的眼皮有些黄色的东西 同时你整个皮肤都黄,即是黄胆,也都黄又痕的时候 这个很可能是原发性的胆汁,屈脊性的肝硬化 这个当然是一种小见,但可能致命的肝病 百分之九十的患者是中原的妇女 只不过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自身免疫病征 会慢慢造成肝硬化,肝功能丧失,都会导致死亡 当然,不是一般性的BB那些黄胆 我们在说中年的女性在这种情况之下,有黄胆,有痕氧 在我们的同样的疗化,遇到这些情况之下 我们也有我们的同样的疗化,Chaladonium Chaladonium是一般性的黄胆,是很好用的 Cardius Marianus,草药,其实我们有很多方法 黄胆的问题其实不是那么难处理得到的 今集我们又为听众说了很多 关于眼睛和疾病的征兆的关系 我们来到这里,今天又差不多了 如果听众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或者一些很危急的病情是需要处理的 也欢迎各位直接打电话去我们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预约面见袁医生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又差不多了 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com.h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